在动物圈里,熊属于体型较为庞大的动物 它浑原的身躯总会给人物寒而栗的感觉 此次我们看到的这只熊却是两种不同的感觉 它与男子相处的时候显得格外的温顺 到底这个人对熊做了什么事才会让熊改变天性呢 但有伤害也会有离别 离开亲人之后,他们也会手足无措 一只名叫索尼亚的熊刚刚出生,就遭到了亲生母亲的抛弃 索尼亚小小的心灵也因此倍感受伤 刚出生就要自己学会独立,这对于她实属不公 无奈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太多,没有办法足以矫正 好在索尼亚遇到了她的救命恩人乔纳森 就是因为她的出现才改变了索尼亚坎坷的命运 乔纳森遇到索尼亚的时候,她刚出生不久 看着眼前这只走路都晃荡的索尼亚,乔纳森动了侧眼之心 他决定将索尼亚带回野生动物保护区并照顾她的日常生活 原来乔纳森就是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长期与各种动物打交道,自然也懂得如何照顾一只小熊 对于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熊,乔纳森显得格外的贴心 担心她进食不好,乔纳森会特意对小熊每日的食物进行仔细挑选 以便帮助她更好的消化 或许是因为小熊被自己亲手捡回,乔纳森对她非常的喜欢 所以特意给她起名索尼亚 每次来给索尼亚送饭的时候,乔纳森都会喊着她的名字 渐渐地,索尼亚也习惯了这个称呼 后来乔纳森只要一说话,索尼亚就会赶紧向乔纳森跟前靠拢 随着两者接触越来越多,他们慢慢培养了一些默契 比如乔纳森一个向上的手势,索尼亚就知道是向上举手 乔纳森拍手转圈,小熊就开始在原地转圈圈 本身熊的身体就比较圆润,所以做起游戏来显得格外可爱 后来因为工作调动,乔纳森不得不离开现在的动物保护区 也就意味着她需要离开索尼亚 离开之前,乔纳森还特意来看望了索尼亚 时隔多年,乔纳森再次来到曾经的那个保护区 此时她还非常惦念索尼亚 想要看看如今的她变成了何种模样 多年没有相见,索尼亚已经变成了成年熊 她高大威猛的气场非常强 乔纳森轻轻喊了一声索尼亚 没想到一只熊飞快地跑到乔纳森跟前 乔纳森激动地向索尼亚挥手 眼前的那只熊也开始挥动双臂 乔纳森完全没有想到,已经过去那么多年 如今索尼亚还能记得她们之前的游戏动作 乔纳森再次拍手转圈时,索尼亚也开始在原地转圈圈 她和小时候一样可爱 乔纳森激动地就差流出眼泪 这次乔纳森来到保护区 提前为索尼亚准备了她喜欢的食物 索尼亚也还是像原来那样听话 乔乔等待乔纳森的头石 她们就像多年未见的好友 尽管索尼亚不能用语言表达 但她能记住乔纳森的这份情谊 就已经足够让人感动不已 时间转眼即逝 不光是小熊变了大熊 即便是乔纳森也不再是昔日模样 可是索尼亚超强的记忆力完全超越了普通的熊 而她此时温顺可爱的模样 更像是乔纳森家里的一个孩子 不但乔乔懂事 甚至还心系乔纳森 初遇总是让人留恋 再次偶遇故人更是让人欣喜 相见时欢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乔纳森明天还有其他的工作 只能在这里短暂停留 看着眼前长大的索尼亚 乔纳森内心满失不舍 她望着索尼亚不愿离开 可最终还是拗不过时间 又到了分别的时候了 看着再次转身离去的乔纳森 索尼亚眼神多了一份呆滞 她或许是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 因为曾经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 是乔纳森陪着她走过的 索尼亚希望接下来快乐的日子 依旧能够每天看到乔纳森的身影 望着转身挥手的乔纳森 索尼亚知道离别已经出现 她也原地挥手双臂 似乎在向乔纳森道别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别忘记订阅 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